每次出遊就是很討厭 遇到的什麼狀況 我其實很怕遇到迷路 迷路真的超容易吵架夫妻的 對... 感情就是靠這個人 其實差不多兩年前嘛 去沖繩的時候 沖繩的那樣 而且好像打鬼變成就只有一條 兩條迷路去的 因為當時我網路上看到 然後我就很想去 我還真的沒聽過 我們旅遊達人都沒聽過 我也去過沖繩好幾次 自唱我就沒聽過 什麼果報鞋 然後那當索律 果然有一些會迷路的點 沒有人知道的 結果在意外你們有自家人都知道 他就是可以打一個主席 就進去嘛 我覺得日本的導航 其實算非常便便 對 所以我也很相信那個導航 於是我就把那個電話 看著不止 對 然後沒有 打進去國外 他有嗎 有 督導我們去那裡嘛 那於是我們就開車去 就在我們在柏油路上的時候 他就指使說往右轉 然後他一說往右轉 我老公就開車 你確定是要右轉嗎 我說怎麼了嗎 他說十字路耶 就是從那個然後變成十字路 感覺好像沒有路了 沒有正視的道理 往山上那邊看過 有點偏山坡上看過去 也是有人走過的那一種 我說還好啊 有人走過 我就說那你等我手機 自己也搜尋一下 有這樣的地方啊 他說我說其實他也是說往這裡 我的手機跟那個是吻合的 對 然後也有訊號 所以我就想說好 那就走 就走 因為開往山坡上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阿公就是 就是騎那個車下來的時候 然後就一直看著我們就 就是感覺說 你們怎麼會往這裡走的那個臉 那我老公覺得那個臉很奇怪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臉 我說有啊 怎麼了 他說他臉就是 對 你神經還太大條了吧 他說他的臉就是告訴我們 好像走錯了 怪怪的 我說可是有路啊 而且我們是在這個線裡面 於是我們就走走走 突然間又往左偏一點之後 路就整個從大的十字路變小的 他說你確定是往這裡走嗎 我說我們就是照著地圖走 我們兩個都OK啊 就走到那個芒草 就是是這樣子包進來的那一種 我老公就開始把窗戶搖下來了 然後我就說 你為什麼要把窗戶拉下來 他就說 看不到路 因為他說就是一個 不安全的地方的時候 他就習慣把窗戶 弄著像吉普車的概念 就是有一點跟大地是結合的那 然後就快 這太可怕了吧 然後一半的時候我就說 你等一下不要那種 芒草一定要插進來 然後他就 你老公這習慣真的也很 然後我就看著他的 因為側面脖子 我就看到他側面脖子 就是在流汗的那一種 就像人家吃 會被芒草割的流血 吃檳榔就熱的那一種流汗 然後我就說你還好嗎 他說你不覺得 整個都走錯了嗎 我說可是我們是在 還在天前 然後我就看到後面有小鏡子 我婆婆是這樣子 拉著那個很緊張這樣 然後我小姑 因為長期都有遠真的 我小姑就還好說 還好 現在應該還好 但我小姑沒往左看 然後我老公就說 他就這樣 我說怎樣啦 他說我說你不要這樣 不耐煩 我說我會很緊張 他說我才緊張吧 他說你看 左邊是懸崖耶 因為它的那個芒草 是從懸崖這樣子上來的 所以等於說 他說如果我們掉下去 就是只能靠芒草 撐著我們就這樣 好危險喔 然後我就往前面這樣子 就是看一下之後我就說 真的耶 我們只有這一邊路 我們就只能 就貼山壁這裡 其實已經到景點了 你知道嗎 他叫狗 那個叫狗 已經開始有走馬燈了 對 走馬燈 憲果報應已經開始了 對啊 也還好平常作人還不錯 所以車子還有芒草擋住 沒有讓你掉下去 然後就後來又一直走 一直走的時候 突然間有路感覺要開了 我說當然應該差不多快到 一開之後 左邊一整側 然後你知道 其實在日本很多 像這樣的山路 都滿多的 我覺得你找到的 根本不是景點吧 人家那裡會不會就是一個 沒有 它不是 它是其他奇景喔 奇景喔 人家可能是安葬的地方 你都叫狗霸 那一摸阿嬤我也覺得毛毛的 然後我婆婆就說 怎麼會開到這邊 然後小孩就在 小孩一看到那樣的東西 就開始這樣 一直跳到 然後就說 好可愛喔 小孩子也 一直這樣 白天的時候還玩 白天啦 白天 是白天 後來車子就又開始 走出小石子路的時候 我就一直往後看的時候 我老公就說 好啦 應該沒事的 走出來 因為它前面看到柏油路 我說為什麼要走到柏油路 那是剛剛那一條嗎 我們就再注意看 我們就是把它縮小縮小之後 我發現我們走 其實就是進去繞了一圈 又走回同一條柏油路上 他說那剛剛完後只走就好 我說沒有 有時候導航就是會這樣 很柔軟 軟帶 就在這個裡面 我就要跟妳說 妳剛剛就已經到經典了嘛 結果後來 它又要回轉 又回到剛剛要轉進去 那石子路的地方 我就說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 剛剛哪個岔路 沒有岔進去 還是可不可以再一次 叫它再走一次 他走沒多久之後 就看到那個牌子 我說老公 就這個牌子上去 一定是對的 他說 他就講一個髒話 他說 我如果再聽妳的 我就是白癡 就還親自我 沒有人帶我去 其實這一集 比較適合妳老公來耶 真的 好 那小兵遇到 最怕什麼狀況的 像 我跟你講 行程很重要 剛剛講那一種 算是鬼擋牆的行程 我們就不會安排在裡面 你知道我們這個家 家族每年都會固定 去是這個家族旅遊 然後就是包含什麼 上海的親人 廈門的親人 美國親人 就大家飛到一個地方去 然後大家一起玩這樣子 那結果有一年 我們就安排想說 到新疆去 因為我的唐妹夫 他們雖然久居這個廈門 但是因為唐妹夫 曾經在新疆工作過 在烏魯木齊 他說新疆那個地方還不錯 然後過一陣子 好 白癡你看 行程就傳給我們了 什麼第一天早 到了那邊之後的隔天早上 等一下飛這個柯納斯 然後玩 然後住和睦 然後去哪裡去哪裡去 聽起來這行程是不是很豐富 好美喔 覺得很不錯 而且不會太多 但是你要知道 那可是新疆耶 對 新疆的那個點之恐怖的 點到點之間很遠 然後每一個點 大概都要開車 工作車都是 五六個小時以上 沒錯 所以一天一行程 像我之前去新疆 真的是每一個點 就是五個小時 六個小時 起跳喔 然後所以呢 我們所有這個 有大有小 就必須要起了一個一大早 所以我們經常啊 這個可能早餐吃完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午餐 什麼時候會吃到 對 等到可以吃午餐的時候 已經下午兩三點了 小孩子在那邊叫餓啊 或幹嘛的 然後要吃晚餐呢 又怕晚餐吃太晚 可能五六點 因為我馬上去吃個晚餐 就每天行程喔 把這些搞得很亂 大家就協調 家族會議 大家討論一下 我們後面的那行程喔 你就不要按照 那行程走了 對 你不急 我們不趕時間 我們也沒有非要去哪裡 因為說實在看來看去 也差不多 大概就那幾個景點 從隔天開始 我們就開始 慢於目的的 有啦 還是我們 有方向啦 沒有辦法 有方向 但是完全不敢 就是看到這邊呢 例如說旁邊有個四級的話 我們想停就停下來 旁邊有在賣什麼哈密瓜 有在賣這個西瓜的 其實我覺得這樣才有比較好玩 對 然後還安排了說 那這樣的話 幫我們安排這個草原上騎馬啦 對不對 吃個全洋大餐啊 然後從那一次之後 我們大家才開始 就是比較開開心心的 對 好 然後安妮她遇到的狀況是 我的事大家都可以理解 大家都覺得是 飲食很重要 飲食是非常非常重要 每個人的口味都不一樣 對 我有一次我姐姐來台灣找我 然後我帶她的小孩 然後剛好七月 我剛好那時候在 小巨蛋表演過表舞 所以他們來看我 幫我加油 然後我覺得 他們特別為了我來 那我也要對他們好一點點 然後我幫他們安排 好吃的火鍋 就是那種一個人三千塊的那種 一個人三千塊的火 有龍蝦 有很多海鮮 也有 很澎湃啦 對 包括那個什麼 日本的賀牛 那是姐姐嗎 對 這是我姐姐 然後我們來台灣 你們不要看她拍照片這麼開心 其實 你其實還沒有很開心 對不對 還沒有很開心 我就是很驕傲 我覺得 我在台灣賺錢 我可以幫你們買 這麼好吃的大餐 對啊 她吃的時候說 因為 為什麼要火鍋這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走菜 我來福錢還要自己走菜 還要自己煮啦 對 自己煮 火鍋因為要自己煮 她覺得應該是做好了 送上來的 然後我就告訴她 就譬如說肉 你就是要幾秒鐘 才可以吃 如果人家把你煮會不好吃的時候 好 這個我可以了解 那菜呢 菜我為什麼要自己煮啊 他們不可以在廚房好好煮菜嗎 給我吃 然後我現在 我的天啊 我整把油很尷尬 因為她的臉 她是俄羅斯人 他們 我們俄羅斯人 就是表現我們的感覺 就是在我們的臉上 所以所有的 因為很直接 很容易就表現出來 對呀 姐姐就在臉很糗 就在那邊這樣 然後我說 我說姐姐 如果你覺得不好吃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就吃別人 所以你可以微笑一下吧 幫我做個鞭子 爸好尷尬 對啊 然後我們在外面走路的時候 我們經過那個水餃的店 他就說 這個我就可以啊 那有50塊的水餃啊 你知道嗎 我說 你為什麼不讓我們去吃那邊 那邊很貴嗎 我說沒有啦 你們要吃就吃啊 結果他們在那邊 在台灣兩個月 他們每天都吃 混沌跟水餃 就這樣 對 你剛剛講阿嬤 你愛包水餃啊 為什麼俄羅斯人 喜歡吃餃子啊 對 我們都很喜歡吃水餃 然後他們吃 每天都吃 咖哩的口味啊 玉米的口味 每天都吃不一樣啊 然後他們我全都 沒有 餃子就可以搞定了 中間是中國北方很近吧 但飲食是比較像 對啊 中間是他們來看我的表演對不對 有那個飯屋 所以他們問他們 他們說 你們來台灣很開心嗎 那 那你帶你們去哪裡吃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吃水餃喔 好好吃喔 台灣不讀 No.1 就這樣 好 這些飲食 的確可以引起一些 旅行中的小吃 對 我也是 飲食真的很重要 而且我剛剛聽到 佩甄講說 李爸爸去那個 杜拜 吃頂太風 我真的覺得心有氣氣焰 因為 因為我家的那個李爸爸 因為我心裡 李爸爸呢 他也是有這個 亞洲味的問題 是 以前我帶他去日本啊 帶他去澳門啊 他都玩得很開心 我就OK 然後大概三天 我覺得可以 然後我剛剛講說 第一天OK 第二天第三天要吵架 吵架之前趕快回來 對 然後後來有一次 我就鼓起勇氣 我就人生第一次 大概六年前吧 帶他們第一次去歐洲 我帶他們飛了十六個小時 抵達這個德國慕尼黑 他們第一次去 他們也覺得非常興奮 然後在慕尼黑 就吃這個德國的豬腳啊 法蘭克香腸啊 然後喝啤酒啊 結果到了第三天 他就說 我今天不是很想要 然後在吃豬腳 我說你想吃什麼 他說 我想吃拉麵 一定要能拉麵嗎 他很明確 到了第三天了 第三天 中午他告訴我說 我要吃拉麵 其實也 他很明確地指出 他要吃拉麵 我想說 我請問一下 我在慕尼黑是 哪裡去找拉麵給你吃 這是一般的麵不行嗎 義大利麵 不行 因為我爸很喜歡吃拉麵 還好現在碗路算滿發達 對 馬上打開手機 那個什麼 Tree Advisor 趕快查 Google 趕快查 哪裡有拉麵 還真的被我查到一家 日本人開的拉麵 但是我們那時候 在慕尼黑的市中心 必須要坐車 出城 大概坐一個小時的車 才有辦法去想用那一碗 熱騰騰的拉麵 就是像我們從台北 硬要坐車到苗裡 去吃一樣 對 但是我真的也想說算了 因為我後面還要跟他相處 快十天 我真的不曉得 第三天就病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